五点半钟已经被移送板桥地检署复训了 陈进兴在复训当中坦诚他犯下了六件刑案 不过并没有交代究竟白案的幕后诸实人是谁 而陈进兴随后也被移送了土城看守所受邀警戒 在漏夜申讯之后 陈进兴在台北县警局拘留室休息了一晚 上午十点钟被带到台北县勤务大楼 头戴安全帽的陈进兴在洞414专案人员介护之下 预计要复训到下午就会移送板桥地检署 而整个的征训过程也会全程录影 不过由于侦查不公开所以不会有媒体进入 事实上陈进兴在昨天晚上八点钟气节投降之后 就立刻被带到了台北县警局勤务大楼 由专案小组征训 陈进兴交代了白小燕案的过程 也承认犯下了方保方诊所灭案 被投陈信商人绑架案 误绑空姐 秘身动路挟持人质以及强暴等多起案件 那最引人瞩目的是 透露出绑架白小燕是因为歹徒 寄予白冰冰在领口6000万元的存款 而且也带出了幕后有主使人 下午5点半经过7个多钟头的征训之后 陈进兴在层层紧励介护之下 移送到板桥地检署 检察官黄河村在复训之后表示 陈进兴坦诚犯下6件邪案 不过还是有所保留 有关于他的枪支 是不是的确后面有军果集团来提供他 是不是的确后面有幕后资助他的人 对我们要再继续追查 再继续追查 不过陈进兴仍然坚称 白小燕是吃药过多 吃月饼也死的 在复训之后 陈进兴被移送土城看守所收押进阶 白小燕的绑架案等重大刑案在陈进兴落网之后宣告侦破了 不过也是侦办这个案件的核心人物刑事局局长杨子敬 却在今天递交了辞呈 杨子敬表示 案发的时候愧对国人 如今破案 放下了重担才会二度请辞 就是在这里呼吁两个行业人林春生还有陈进兴赶快 4月25号白小燕遭绑架 消息震惊全国 刑事局长杨子敬要求协巡的话还不远 一个多月之后 他就为了无法侦破这件案件首次请辞 19号7点54分 最后一名嫌犯陈进兴落网 全案宣告侦破 不过也是侦办核心的刑事局长杨子敬 在落幕之后却有第二度请辞了 在三贤还没有归案之前就轻言辞职 所以他就忍辱服众 然后继续做这个聚堂职 现在终于在警民合作情况下 三贤相继的伏法或是说投案了 那已经告一段落 他觉得心愿已了 杨子敬是在19号晚上11点多 回到办公室之后拟妥辞呈 上午送招警政署 署长丁元敬虽然表示 没有详读内容不过会全力未留 不过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解决 白小燕的母亲白冰冰女士 今天下午面对了媒体 沉痛地表示整个事件已经开了司法的恶力 她同时也数度声泪俱下 希望整个社会能够共同监督案件的发展 沉测心投案了 但是白小燕的母亲白冰冰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穿着一身肃静衣裳的白冰冰 向我面对媒体 说出了她对整个过程的看法 面对这样的结果 可以说是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本来我昨天我的想法 她会不会人都放走了以后 最后是自杀的 任何人都这样想 结果最后她是怕死 因为他们这些人会自杀 因为在很强的枪声中 怕到自己轻轻 平和当中穿走不起来 沉不下来 要不然昨天绝对不是这种结果 那我也不是希望她死 我现在非常非常感谢 昨天那些英勇的人 像侯大队长侯友宜等 还有帮忙做谈判的这些人 至少把人质就 一个独立的国家 根据中央社 在录自最新一期新闻周刊的报道 引述了陈总统 接受新闻周刊记者的访问 谈到了美国总统布希 曾经提到 欢迎两个国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当时 已经认定台湾是一个国家 陈总统说 台湾如何受到形式上的承认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 另外陈总统在访问中 也直接地表达 今年当中 过境美国 希望能够在美国 接受媒体访问 或者是公开演讲 而对于大陆新一代的领导人 胡锦涛 陈总统也在专访中 提及他对胡锦涛的看法 陈总统认为 胡锦涛是大陆当局 专制统治的忠实支持者 他们这两个 两岸新一代的领导人 年纪虽然差不多 但是思想却不大一样 陈总统也评估 他不可能和江泽民 面对面的会谈 而他对胡锦涛 这是没有高度的期望 而另外一方面 李登辉前总统 跟吕秀莲副总统 他们白天 则是不约而同 出席的一场 网路媒体查询 吕秀莲副总统 在致辞时 再度地强调 台湾证明 而且还说 目前台湾应该谈的 并不是独立问题 而是统一问题 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带你来听听 顾不得是公开场合 吕副总统谈起母亲 于戴耿燕 我今天穿这件衣服 是我妈妈 母亲的心情 要来带一个新的主题 因为我们的共同母亲 她的名叫台湾 但是过去 过去她的名叫牌名 对母亲的爱 扩大为对母亲台湾的爱 吕副总统语出惊人 说台湾现在不该独立 而是需要统一 我们已经生成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时候 以及过来临台湾独立 不如真是报告台湾通的问题 国家的认识 国家的名字都要统一 国家的基督也要统一 但人和人中间 对台湾的心 对台湾的认识 发生这种来做一种统一 不然台湾和台湾都要统一 国家人和台湾人要统一 现在发现南北的差距好大好大 一国两制不要到中国了 在台湾就一国两制三制 李登辉前总统跟吕副总统 同时出席的这场网络媒体成立茶会 推动本土化的急切心情 反映在致辞内容里 因为秀索维冠时代老了来 社力所发动的林庄动作 已经中庄 史转通杰这个片树 让十几年来成功 建立的民主法庭的基础 以及台湾主帖 楼山收到 相当严重的冲击 这次出现台湾生存 发展的新危机 这家由前立委黄尔玄 筹设的新网络媒体 强调会为台湾发声 李先总统也答应用 接受访谈的方式 把他的理念透过网络 向国内外传播 无新闻新闻 张志敏蔡又吉 SNG小组台北报道 来看一整晚间消息 台北县细致地区 在晚间有一名女子 疑似卧轨自杀